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佑画的水彩小课堂 今天我们画的这个天空 色调是一个冷暖色调为主的一个感觉 那么冷色调呢是一个紫色调为主 暖色调呢是一个黄色橙色 还有一个红色调为主的一个混色的一个效果 主题场景是画麦田 那这次用到的技法同样是我们试画法 混色晕染 以及之后我们等干了之后的一个层图 干化法层图的一个技法 那么在做画前呢 我们还是先把需要用到的一个颜色 给它提前调好 好 那我们这一次呢需要用到的颜色一种 暖色调黄色 我们可以多储备一些颜色 在我们的调色盘里 还可以蘸取一点点的 偏暖一点的中黄 这个颜色会更加的暖一点 好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占取一些的橙色 还会用到的是一个红色 当然了红色还有不同的一个红 那像现在我蘸取的这个红是一个深红 会比刚刚的这个大红要更加的深一点 好那除了这个暖色调以外呢 我们这次会用到一个紫色调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冷色的感觉 可以用红色跟蓝色调 也可以直接蘸取这个紫色 还可以加点蓝色 就是更深一点的这种蓝紫色调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会会需要 运到的一个颜色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它进行一个上色 好那因为是一个湿化法的一个技法 所以我们用平头刷 去把我们的一个纸面给它打湿 好打湿了之后呢 我们把刚刚调好的这个两个颜色 就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上色 好那这样 鸡蛋 好 上色可以搭担一点点 好 暖色上完了之后 我们去上这个紫色 好 这个时候去晃动一下纸面 还可以再去喷一点水 要两个颜色再继续中和 好 现在还是一个很顺的状态 我们可以继续的去进行 一个适中湿的一个加深 那么刚刚因为喷了水之后 现在的纸面是比较湿润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稍微的静置一会儿 再去点 因为现在去点上去的话 这个水比较多 颜色它就会容易被冲开 我们稍等一下 就逐渐的去加深一下 靠近边缘两角的一个深色 以及去调整一下 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色调 好 注意这一笔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笔上的水分一定要少一点点 一千年的水分钟 我们的水分之后 初心里可以订阅 一些水分充分之内 就是这样的水分之内 一切过来的水分里 然后这样的水分之内 就是这样的水分之内 就是这样的水分之内 我们的水分之内 就算不容易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这边颜色上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 好 这一边干了之后呢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再明显一点 所以说我想要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湿化 那么第二次湿化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用烹谱去喷湿 喷的话也是要把纸面全部的喷均匀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曲 杨栋梁 作词 杨栋梁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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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重点是调整一下暗度 压身一下 黄色的区域就可以不用去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一遍之后我们继续用春风机给它吹干 好 吹干了之后呢 我们去画我们的一个干化法层涂的一个小的麦田 我们先画远处的这个麦田 那颜色呢我们就是以这种黑色调 去调和刚刚我们用到的这些颜色都可以加进去 就是不要用纯黑色就好 因为纯黑色它是一个没有颜色倾向的一个颜色 所以说黑色里面可以去加一些其他颜色 我们先画比较靠下远处的一些比较虚一点的 远处的麦田呢比较虚 用笔可以随性一些 这时候用到的是勾线笔 那注意每一根呢都可以多一些变化性 有高低 好 远处的一些小的麦田给它画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更黑一点 就是比刚刚的颜色更要纯一点的这个黑色 去给它画靠近处的一个麦田 让它拉开一个层次变化 麦田上的这个麦穗可以给它画出来 几根可以让它稍微的粗一点 加粗一些 好 主要的几根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去再给它添加一点 比较偏中等高度 在这个位置跟它加上一些 好 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麦铁 靠近底下的地方可以让它在整体里面 可以进行一个照色 就是说换一个银子去给它 什么意思呢 好 好 吹一下 好 拿出我们的一个白颜料去把我们的颜色去给它弹上去 下面稍微粗一下 我还好 我们要做这个的那样子 就这样做 stressing一下 就是这样做一个 再把它做一个超好看的 可以适量 至于欢迎来 fifth颗锅 我们在按一个小盒子上来 我们要做一个好看的 稍微粗一些 小盒子上来做这个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接下来我们去画上一点点的鱼芯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胶带给它撕下来 好 那么这一张星空主题的水彩书签就制作好了 我们的一个作品图可以在微信中去关注优化 或者是优化教育在输入框发送水彩书签就可以看到了 那至于我们的一个书签的一个打孔以及一个制作 在我们的第一堂课的时候有给大家讲到 那么感谢你的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